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我们前面讲过会计政策变更 它的会计处理包括有追溯调整法和未来试用法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会计估计变更 只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未来试用法 所谓未来试用法 我们前面讲过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不要去追溯了 从当期以及未来期间 按照变更以后的要求 进行会计处理 那这块有三点 第一点 如果会计估计变更 仅仅影响当期 那我们就在当期予以确认就可以了 第二点 如果既影响到当期又影响到未来 那毫无疑问 那就在当期和未来期间分别确认 很好理解 比如固定资产折旧 年限的变更 过去的就不要去调了 从本期以及未来期间 按照调整后 调整后的使用寿命 重新算每一年的折旧 就可以了 第三点 如果企业判断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 划分基础 通过这个划分的基础仍然难以区分 实务当中 毕竟有些是需要职业判断的 它不像我们考试 答案是标准化的 实务当中 有些是结合不同的实际情况 要进行职业判断 那有时候真的很难判断 你是会计政策变更 还是估计变更 那么实在难以区分的情况下 企业会计准则 也给了我们实务操作上一个指引 那就说 那就算了 刚才都就作为会计 估计变更来处理 就行了 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做题目时呢 如果问你这句话 括号三这句话 选择题的选项 判断说法对错对的 如果难以区分 应当作为会计 估计变更处理 如果题目说 应当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处理 那就是错的 这一点没有问题吧 但是呢 也有同学客厦还问我这么个问题 老师啊 我在做题目时 一个选择题多选题 下列属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有ABCD 或者说下列属于会计 估计变更的有ABCD 有一个选项 它很难判断 突然想起书上这句话 不可应用它 问你这句话 括号三这句话对错对的 但是别再做题目应用它 那是你做题目判断不出来 你判断不出来 然后就这样的判断 这个不可以的 下面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会计估计变更 丙公司有一台管理用设备 原值8400万 预计使用寿命8年 预计进行残值400万 自2019年1月1号起 采用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假定税法规定 该固定资产折旧的 具体于折旧的方法 使用寿命及进残值 与会计的上述规定是一致的 相同的说明什么 说明他俩是没有暂时性差异的 我们俩口径一致啊 我们在索子税内一章不是讲过吗 只有口径不一致才会导致 资产的占面价值 与积税基础可能会产生差异 2013年1月份 几年过去了 白手指 19202122 四年过去 四年我问大家 该固定资产一年提多少折旧啊 这是口算的题目 8400万 尽残值400万 8000减去400 除以8年 一年一千万 这不是连线平均法吗 一年一千万 那么我想问大家 2023年1月份 四年过去了 提了多少折旧了 4000万折旧了 8400万 截至今天 占面价值还有多少 8400万原值 减去一年一千万 乘以四年四千万 等于还有4400万的占面价值 这是截至2023年1月份 由于新技术的发展等原因 丙公司对原预计 使用寿命和净残值 做出了重新的估计 重新估计预计 使用寿命为六年 预计净残值为200万 那这是会计估计变革 采用未来适用法 过去四年不要去调大了 从2023年开始 在未来期间 我们重新算折旧就可以了 那怎么算 4400万是剩下的占面价值 残值改了 原先400万残值 现在改为200万残值 减去200是不是 然后再除以几年 是不是除以六年呢 错了 重新估计的预计 使用寿命为六年 原先是八年 现在是六年 还剩下两年的概念 什么意思啊 原先是八年 已经过了四年了 现在改为六年 其实这两年是不算的 意味着还有两年的时间 所以这儿应该是除以二 这就是出题 挖了一个坑在这儿 有的同学就改为六了 甚至我把这个体验 还设计成除以六 还能除得尽 让你一点的怀疑都没有 注意 做题目一定要看审题 中国的文字 博大今生 一定要看他怎么表达的 所以这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了 继续看题目 秉公司使用的所得税 税率25% 还有所得税这个事情 预计在未来期间 不会发生变化 在可以转回的期间 有足够的因纳税 所得额于抵扣 贾林秉公司每年年末 及当年的固定资产 折旧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处理 第一步 会计估计变更 对固定资产折旧的影响 金额是多少 在2023年年初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4000万 刚才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账民价值4400万 没问题吧 会计估计变更以后 2023年 注意就是这儿 不是除以6 6是重新有8年 改为6年 已经过了4年 本来是8年 已经过了4年 本来还有4年 但现在改为6年了 那意味着过了4年 还剩下2年 这是挖了一个坑在这儿 要注意一下 看题目怎么表达的 除以2 一年2100万 所以丙公司年末 具体本年折旧 这是管理用的设备 所以进入管理费用 会计估计变更不追溯 直接在本期调整 本来今年 如果不经营会计估计变更 今年依旧是1000万 管理费用 是不是啊 那现在会计估计变更以后 今年应该是2100万 说明会计估计变更以后 对本期管理费用的影响 金额是增加了1100万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折旧的影响 要多提折旧的 第二个问题 对所得税的影响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思考一下 原先如果没有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今年提1000万折旧 现在变更以后 一年提2100万折旧 管理费用增加了 实际上比没有变更增加1100万 问大家 秉公司 2023年的音交所得税 有没有影响 管理费用增加了多少 1100万 那么这一家丙公司 就这家公司 丙公司 2023年管理费用增加了1100万 与原先相比 增加了1100万 变更以后 那么本期应当多交税 还是少交税 有的同学肯定想了 那少交税啊 为什么呢 管理费用增加了 利润总额减少了 所以你就少交税 错了 我们学习了所得税以后 对这个问题要有深刻的认识了 既不多交税 也不会少交税 那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前面题目说了 税法没有变 税法还是按照原来的 八年体折旧 残值是400 税法认为一年是1000万折旧的 你变更是你的事情的 那你变了 现在跟我税法就不一致了 本来过去四年 我们俩口径一致的 不影响 筷子和税法口径一致 会算清缴的时候 因纳税利润总额不需要调整 就等于因纳税所得额的 是不是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今天可不一样了 你估计变更以后 你提到2100万折旧 管理费用 但税法说 在我们的眼里 他应该一年1000万折旧 那就意味着 你减了管理费用 减了2100万 是不是 但是税法说 一年只能税前扣除1000万 所以税法要求纳税调增 1100万 导致企业其实这一桩 并没有少交税 和你变更不变更 交的税是一样的 如果2023年没有进行会计 估计变更 该交多少税 交多少税 如果2023年变更了 导致管理费用增加了1100万 利用总额减少了1100万 但税法说要纳税调增 给你调回去 所以你的应交所的税 并没有受到影响 这是我们今天在学习这个问题的时候 本身会计估计变更 大家觉得挺简单的 其实这要加了一个所的税 你就复杂了 就像我们上一节和所讲的会计 政策变更一样 当时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其实那道立体里面 涉及到所的税 也是挺复杂的 是不是 那么我在这也顺便说一下 其实我们上一节和所讲的会计政策变更 它也是不影响应交所的税的 你政策发生变更了 跟税法又没有关系 税法该交多少税 交多少税的 它是要纳税调整的 所以我们上一节和给大家举的例子里面 没有调到应交所的税 调到是地缘所的税 是不是 那今天这道题也是如此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会计估计变更 第二个问题 对所的税的影响 我们给大家这样来分析 首先第一 如果没有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而是依旧按照原会计估计 2023年 我本来应该提多少折旧 一千万 所以那如果是 如果啊 如果是这样的 那么12月31号占面价值 该固定资产占面价值是3400万 基础基础 本来税法和会计是一致的 那也是3400万 如果没有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和过去四年一致 都是没有暂时的差异 因为我们俩口径女致啊 但是今天进行会计估计变更了 会计上要提多少折旧 2100万 导致该像固定资产 占面价值变成多少 2300万 而基础基础 请大家注意 它是不变的 税法 它不管的 你变更是你的事情 我们按照我们的口径 纳税的时候都应当以水的标准为准了 以税法的标准 税法的规定 就像就是一个标准 标准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尺子 这个尺子往这一靠 凡是你和我不一样的地方 你都要调 比如说你是这样一个方法 导致你的利润比税法规定的这个尺子标准要多了 纳税调解 你如果说你是另外一个方法 B方法 导致你的利润比税法规定的口径要少了 纳税调增 责任一支调到都和税法一致 不可以多交税 不可以少交税 所以税法是不变的 它还是3400万基础基础 那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了 此时 该项固定资产 占面价值与基础基础 产生了暂时的差异 并且是可理扣30元差异 要确认地沿所得税资产 它虽然不影响阴交所得税 阴交所得税不影响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不会多交税也不会少交税 纳税调整 但是它会影响地沿所得税 地沿所得税 地沿所得税是快据的问题 阴交所得税是税法的问题 这两条线 也就是说本期我们正以为要纳税调整 多交税 将来可以少交税 产生一个可理扣暂时的差异 确认地沿所得税资产 所以有了这笔分路 而有的同学很容易误解 如果我不展开这个问题 他很容易误解 误解这是什么呢 那就是以为可以少交税了 管理费用增加了 利润总而减少了 可以少交税了 不是这样的 我在这写了一个提示 会计估计变更 不影响变更期间的当期所得税 也就是因交所得税 不受影响 它可能会影响地沿所得税 也就是说如果导致 市场负债 扎便价值 与计罪基础 产生差异 那可能会导致 会产生 暂时的差异 要确认地沿所得税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考试题还会考最后 影响 该估计变更 会影响本年度 净利润的金额是多少 管理费用 实际上是增加的 增加是减 增加了1100 你在利润总额里面 要减去1100 是不是 但是这个所得税在贷房 贷房是加上275 我的意思是告诉大家 这个净利润影响的金额 是减少的 考试题有的选 有的题目选择题 他说增加825 有的是减少825 你有的同学会算 但是方向搞不清楚 所以我在这给大家写了一下 列了一个计算的过程 好 这是给大家举的例子 因为我们教材上 没有会计估计变更的题目 而且这道题还非常好 虽然看着很简单 但是他有走到谁的问题 给大家来说明这一点 好 那么说上这道题 我们就分析到这 这是有关第二节 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节 前期差错积极更正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教材上在这所说的是 前期差错积极更正 这什么意思呢 本年度发现以前期间的差错 要预意更正 比如说 甲公司在2023年12月31号 发现2021年或者是2022年 有重大差错 这是属于前期差错 本期发现前期差错 然后应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同时也提醒大家 我们的考题有时候不是仅仅限于前期差错 经常考什么题目啊 是2023年12月31号 发现本期的差错 当年的差错 这个在更正的时候有区别的 如果在2023年12月31号 发现以前期间的差错 并且属于重要差错 涉及损益 要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还要调报表 但是如果是本期发现本期的差错 即使设计损益 不需要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即使你是重大差错 本期发现本期的 该调整谁就调谁 是不是啊 该改哪个项目就改哪个项目 或者说改哪个科目 先给大家说明这里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考试题不仅仅是前期差错 虽然我们教材上只讲前期差错 考试题很有可能还考什么 本期发现本期的差错 其实更简单了一些 好那这一节呢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前期差错 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前期差错 就是前期差错如何更正 第一个问题我就不多解释了 特别做财务的你都懂的 你经常偶扰吧 不能说经常 会发生一些差错 需要进行更正 那接下来我们主要讲第二个大标题 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 对于本期发现以前期间的会计差错 在进行更正时 首先要区分这个前期差错是否重要 如果不重要的采用未来实用法 反之如果重要的前期差错还要进一步的判断 你能否合理确定前期差错的累计影响数 如果能够合理确定采用追溯重述法 反之如果不切实可行 那没办法 未来实用法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先是一个框架 那下面我们一个一个展开 首先看空号一 不重要的前期差错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刚才提到了 如果是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不要追溯重述 未来实用法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再说一下 看一个版书 贾公司在2023年12月31号 联报预审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发现贾公司有一项固定资产 在过去四年 过去四年 每年少提一千元的折旧 一千元 那四年加在一起是四千块钱 相比较贾公司 每个年度可能具体有几千万的折旧 或者说几百万的折旧而言 四千块钱不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四千块都在2023年补上就行了 补提四千块折旧 补上四千元 这就是未来实用法 不要追溯到前面搞得那么复杂了 就像有的同学问我实物问题 他说老师啊 我们单位有个发现前面一个站做错了 我们要不要通过以前年度生意调整啊 本来以前年度生意调整就挺麻烦的 你还没学会呢 然后你把这个问题搞复杂化 我就问他 我说你多少钱呢 五千块钱 我说五千块钱不就算了吧 是不是 那就作为本期的寄到本期就行了 该寄谁就寄到哪 比如是管理费用 那我就本期管理费用增加四千 借管理费用 再累计折旧四千就行了 这就是不重要的前期查误 不要追溯重述 未来实用法 就是调整发现当期的相关项目就可以了 涉及损益 直接寄到本期的相关的净损项目 比如管理费用 我就调管理费用吧 如果不影响损益的 比如说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涉及到固定资产的调整 占民价值调整 那就调固定资产吧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 当然了 重要不重要 这是相对而言的 比如说 有一家公司 看下面的 待会儿我们看下面这个图表 这样吧 我看前面这个图表 我再改一下 再举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家公司在2023年12月31号 发现过去四年 每年少提一千万折旧 一千万的折旧 有同学说 那肯定很大 肯定是重大差错的 错 你才是差错的 相对要看的 如果这是一家大型的企业 比如像保甘集团 保甘集团一年可能打比方说 一年可能有一百五十亿折旧 你说这四千万折旧 对他来讲 九流之一保 依旧是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但是放在你们单位 四千万的折旧 那可大 我们一年才一个亿的折旧 你一下少提四千万 那是重大的 比如这么说吧 我一年总共财 我把金额写的相对 你容易理解一点 我一年才五千万 你一下就一千万 少了四千万折旧 那是重大的 所以大和小是相对而已的 你不能只看绝对而合 我曾经讲在第一章 重要性 近期之乱要求就讲过这一点 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一下 根据题目的要求来做 大小题目会告诉我们 所以你不用担心 那既然是判断下来 假如是重大的前期差错 那我们怎么做呢 第一 如果能够合理的确定 前期累计的影响数 比如刚才说 总共一年才五千万 你这每年少提了一千万 四年加起来四千万 那这个要追溯重数 这就是能够合理确定 累计影响数 才用追溯重数法 重新表述 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那块讲的方法 叫追溯调整法 原理是一样的 原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是表达不一样 那叫追溯调整 它要调整 这是重新表述 那如果是重大的前期差数 刚才讲了 那可不能就把 寄到2023年 补上四千万 那不行的 那要追溯以前期间的报表 调表 要通过 涉及损益 要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待会后面会举例子 那接下来在这一个提示 比较报表追溯成数 如果涉及到重大差错 我们上市公司报表 都是比较报表 比较报表 意思就是说 比如利润表里面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我们刚才 我们在前面第一节里面 不就讲到了吗 是不是 比较报表 那这一块请注意 在编制比较财务报表时 对于比较财务报表期间的 该调谁调谁去 比较财务报表以前期间的 只能调 起初留存收益 调不了 损益的项目 怎么理解呢 看这个图表 还像刚才一样 比如说 发现过去四年 每年少提一千万的折旧 每年少提一千万的折旧 假定体目会告诉我们 属于重要性差错 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进行调表 调战 还有调表 调战就通过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四千万带累积折旧补提 同时还有调表 这个报表呢 比较报表 我画一个比较报表 看一下 直观一点 这就是比较报表 2022和2023 因为我们是2023年12月31号发现的 那这个时候 请大家注意 2022年是在比较期间的 所以2022年少提的一千万 就在比较报表里面 对应的2022年 那个管理费用那 补上一千万就行了 把这事就解决了 这个三年的 不在比较期间里面 是比较期间以前的 所以调最早期间的 七处流程收益 什么时候 2022年的1月1号 这个点上的流程收益 就可以了 因为最终影响的是流程收益 你影响的是 省益 但是省益最终转到 微分的低端 不就是流程收益吗 简单的这样说一下 好 那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 那如果对于重要的前期差错 我追溯调整 不切实可行的 那怎么办 比如发现过去啊 十年的差错 四年是没问题 可以追溯的 还有六年追溯不了的 那就从第四年追溯吧 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过去十年 我都追溯不了 什么原因啊 我们单位的站本 因为去年公司一把大火 火灾了 所有站本都烧掉 电脑毁损 整个内存啥都没了 数据全消失了 那没法追溯 那就未来使用法 打这个比方来说一下 好 分两种情况 接着第三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有的同学可能细心 我前面举了好多例子啊 都是说 2023年12月31号发现的 那是因为 在本年末发现的 要调2023年的报表 但如果 请大家注意 我说个新问题了 如果甲公司 2022年报表 是在2023年4月20号 对外公布 而我们发现差错 是在3月20号 3月20号 意思也就是说 2022年报表 还没有对外公布 如果此时发现 2022年 以及甚至2022年以前的差错 此时 来得及调2022年报表 来得及的呀 4月20号都要公布报表 那就赶紧调2022年报表 而不是2023年报表 而我们现在说的都是 2023年12月31号 才发现 其实2022年报表 早就都要公布 所以只能调2023年的报表 因此 那如果 第三个问题是 如果在12月31号 2022年12月31号 到2023年的4月20号之间 发现以前期间的差错 不管是重要还是不重要的 都要按照25张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 这个我们等到下一段再讲 所以大家注意到 我刚才在讲的时候 还是挺严谨的 我一直在说 2023年12月31号 发现本期 及以前期间差错 需要调的是 2023年的报表 如果是这种情况 调的是 2022年的报表 不一样 那这个暂时不展开 好了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 又怎么区分 我们前面说 会计政策变更和估计变更 怎么区分 那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 更正又怎么区分 分两种情况 如果当初在做会计估计时 导致前期会计估计结果 未掐单的反应 说明那是应该是差错更正 属于前期差错 所以应该按照差错更正进行处理 反之 如果当初是客观存在的 当初当时在进行会计 估计时 本身就是以可靠信息作为基础的 当时是没错的 现在因为经济环境发生变化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变更 那是估计变更 所以要区分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结合教材立体来看一下 什么是如何进行差错更正 B公司在2006年发现 2005年公司陋记一项生产用固定资产的折旧费15万 这道题我告诉大家 题目很多条件都是不充分的 你看我反正颜色标的都是我补充上去的 但是这道题的生命非常悠久的 我的印象当中在我考注册会计时的时候 教材上就有这道立体 那都已经20多年了 这题还在 但是依旧我得补充条件 您说教材对吧 那没办法 人家就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有漏洞的 因此我在这补充条件 请大家注意 生产用的 说明正常情况下 该项固定资产体质就应该寄到哪儿的 寄到制造费用的 如果我不加这几个字 我没法寄到哪儿 是不是 当然如果这道题让你去做的话 你想都不想 都习惯性的寄到管理费用里面去了 因为我们说的太多都是净管理费用 那是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我们在做题目还要根据题目具体条件 具体分析 同时还要告诉大家 你题目都不告诉我 考试题不会这样有漏洞的 肯定很严谨的 假定属于重要性差缩 你说你15万重要还是不重要 这肯定是相对而已 所以我加了个条件 这样才严谨 所得税申报表中未扣除该项费用 这什么意思 B公司在汇算清缴2005年的时候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么一个折旧漏了 所以他的利润表里面肯定没有这一块 是不是 所以汇算清缴的时候 他也没有扣 税务局能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错了税务局怎么知道呢 所以税务局在汇算清缴的时候也没扣 然后今天发现 哎 财务还是挺聪明的 那这个没有扣 说明我当时税多交了呀 是不是啊 你没有扣着 假如这是进损益的 你没有扣 是不是当时意味着当时 我现在要补提折旧 一补提 说明我当时税多交了 利润多了呀 当时利润多了 税多交了 那么我要考虑索的税的问题 题目说 假定税法规定 允许调印交索的税 哎那好事 这好办 那我就 调整印交索的税 可以少交了 因为前期相当于是多交了 好了 另外 税用税率是25% 没有其他纳税调整 实际上 引以攻击 分别是10%和5% 计题 还有一个条件 多说了一个条件 跟28占有关系的 发行股票的份额是 180万股 另外我加了个条件 假定该固定资产生产的产品 均以实现销售 这是什么意思啊 虽然你生产用的固定资产 提德就记入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 我在前面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它会完工以后转到 在分配以后 分到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完工以后 转到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要看你有没有对外销售 如果对外销售的就到哪去了 那就到营业成本 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没有销售 还在哪 还在库存商品 你别看我补充这个条件 对题目 对答案的影响 绝对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很多同学对这个题目 毫无疑问 想都不想 如果不给这些条件 让你做教材这套题 肯定是借管理费用 借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代理及折旧 答案也确实这样 但是如果让你去调表 这个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你可能就习惯性的调 管理费用 错了 这个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因为教材后面答案是谁 那是营业成本 所以我在条件 在改为刚才这一些 我是根据答案来补充条件 反过来说 如果是正常的这么一道题 我们要调的话 你要知道是谁 现在大家能理解了 因为我已经假定全部实现了 那就转到营业成本里面去了 所以调利润表的时候 调营业成本 而不要习惯性的 教条性的 且管理费用之类的 有的题目确实是管理费用 这道题就不行 人家答案里面就是营业成本 那是因为这个题目条件 没有完整 如果我就是按照这个条件 你做题 那必须是营业成本 给大家说明一下 接着我把这道题又说了一下 那我为什么说 假定全部实现销售 那如果没有实现销售 那意味着 这个哲就还在存货里面 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写 以前年度生意调整了 这什么意思 如果这道题改为 尚未对外销售 我保证99%的同学这写 借以前年度生意调整 你看你写的答案是这样的 如果这道题让你先做一遍的话 肯定是这样的 习惯性的 不思考的 题目严谨一点 必须说明是销售还是没有销售 那如果没有销售 还是借从货之类的科目 写来个都没有关系 如果题目说 以完工但尚未销售 那就写库存商品吧 没有说 这两个都行 三个都可以的 以前中级会计支撑考试 考了一个差速跟着 它的评分标准 我看了一下 三个都可以 甚至还给了个存货都行 因为最终是调表的 好了 接着第二件事 调锁的税 有没有影响 刚才题目说了 可以调 可以调 那我就调 题目假定允许调 为什么 我去年漏计了 少算 这个折旧 费用少算了 省意少算了 所以 度交税了 今天把冲回来 有的题目告诉我们 假定税法规定 不允许调 因应交所税 我告诉大家 那就不可以调了 那不可以调 它是等到将来去调 等到你将来资产 固定资产 使用说明 结束的时候 才去调 食物当中 有可能是这样的 那就根据题目的条件 那如果是那样的 我告诉大家 那就麻烦了 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不调阴交所的税 但是有可能调 地眼所的税 因为可能会产生地眼 税法不是不让你渴 既然你今天出现这个情况 等你将来 孤零资产 报废的时候 再去调 所以就产生一个暂时 一个差异 我们比较就是此时的 粘密架数的基础基础 那这些我们需要通过 做题去掌握它 好了 第三步 既然涉及损益 要转到未分配利润里面 最后调 阴影攻击 这都是常规的套路 先转到未分配利润 然后第四步 再专门调 阴影攻击 顺便我说个问题 在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法下 在第一节我们举过一个例子 会计政策变更 影响损益 不要通过以前联络损益调整 直接记住 利润中分配 未分配利润 第一节的例题 大家可以再看一遍 但是本期发现前期差错 是重要的差错 涉及损益 必须要分三步 第一步 涉及损益 先说一下 涉及损益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然后第二步 再转到未分配利润 然后第三步 调言语攻击 是这样的 这是不一样的 有同学说 那为啥就不一样呢 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会计政策变更那块简化 没有多说 那就是会计政策变更 它需要计算一个会计政策变更 累计影响数 这个累计影响数 是已经是税后的 就是未分配利润 直接就到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是个税后的概念 所以它不需要 它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已经把所得税 税前税后已经考虑进去了 直接到未分配利润 但是前期 本期发现前期差错 涉及损益 这个重大的差错 涉及损益 必须要先经过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再考虑所得税 然后再到未分配利润里面去 再调盈盈攻击 所以这是一个区别 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了 接着报表的调整 这块我就不多说了 凡是我用颜色标的 都是教材上 写的不严谨的 甚至就是错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 报表的项目名称 这个表达一定要严谨 利润表叫上级金额 不叫善联金额 所以这块注意一下 接着这个财务报表 然后接着利润表调整 这儿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说明一下 我为什么前面题目改成叫 生产用固定资产 而且假定全部出售 是因为它答案里面 写成叫营业成本 如果你这个答案里面 写成叫管理费用 那我刚才前面叫管理用 设备就可以了 也不用加什么生产产品 是否销售 那跟他没关系的 所以这是我们教材题目的原因 但是这个题目正好 告诉我们 到时候提醒我们 如果是生产用的固定资产 那就涉及到 调营业成本的问题 出售了调营业成本 没有出售的 不调利润表 那是调资产负债表 调从货的 好 那这些问题讲完以后 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这一节里面 涉及到前期的重要的差错 在进一根正式 要不要调锁的税 教材上没有这些内容 那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是我个人上课一个原创的内容 为什么仿佛提这一些 因为我们市面上 还真有人在反照我这一些的 无非是换个形式而已 所以我能证明自己不是抄别人的 我只好这样证明我自己是我自己 没办法 首先第一个问题 阴交所得税要不要调 阴交所得税要不要调 关键是看会计和税法的口径是否一致 如果会计和税法的口径是一致的 你会计动了 我税法就要调 所以需要调阴交所得税 但是如果会计和税法口径不一致 你一条你的 你差错根真是你的事情 你不影响我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 税法不允许调整阴交所得税 那就不考虑阴交所得税的调整 所以本期发现前期的重大差错 如果涉及到所得税 这题目难度就特别大 我刚才讲到 首先是阴交所得税 如果两个人口径一致的 那你会计变了 那改错了 我这也要改 是不是 因为口径本来是一致的 你调了 我这就要税收也要调 如果口径不一致 那我税法规定是我的规定 我没错 我不用动 你是你错的 那你改你的 就行了 是不是 我不调阴 不改我的阴交所得税 阴交所得税是税法规定 第二个问题 地盐所得税 是否要调整 这个事其实反而更简单一些 地盐所得税要不要调 关键看 差错根真以后 是否引起资产负债 占面价值和积水基础的差异 如果说没有产生差异 那就不用调地盐所得税 如果产生差异 那就要调地盐所得税 所以我这块给大家 也是总结了一下 时间关系 我们给大家这样整理了一下 接着我又说明了一下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做题目是 题目是灵活的 两点 第一 如果题目要求考虑所得税 那就按照我刚才所讲的 第一 阴要不要调 第二 地盐要不要调 除此之外 还要看题目有没有假设什么条件 它会有些假设条件 所以我们要根据题目的要求来做 第二点 如果题目不要求考虑所得税 那太好了 是不是 不要求考虑所得税 比如题目说 本题不考虑所得税 等相关税费 以及其他因素 那太好了 我就不用管这事 那我为什么要说呢 是因为我们有的同学 做题还没有经验 他一拿到题目 就一开始插错更正 就开始进行插错更正 写愤怒了 把所得税 一个一个来写 没想到题目后面 有个其他资料如下 圈三 本题不考虑所得税 等相关税费 以及其他因素 你前面花的时间白花了 然后答案做的是错的 所得税这块 是特别很难拿分数的 所以看清题目 我们在主观题阅读的时候 不仅仅把前面看 后面其他资料 你还要先看 这个我们等我们在西题班里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去做题 做题的方法 好 那么这个给大家这样归纳一下 那么到这位置 我们这一章三节内容就学习完了 归纳一下 第一节呢 会计政策积极变更 主要是考两个点 第一个 哪些属于会计政策 哪些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以及呢 会计政策变更 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第二节是会计估计积极变更 其实也是考这一些 什么 哪些属于会计估计 或者说 哪些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另外给大家也补充一个例题 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处理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第一节会计政策变更 补充的例题 有所得税在里面 第二节 我补充的例题 有所得税在里面 那第三节里面 教材例题 也有所得税 以及教材例题 已经做非常简单的题目了 那么也要考虑所得税 其实差错更正 设计所得税 反而是最难的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节会计政策变更 第二节会计估计变更 我在前面给大家说过 无论会计政策变更 估计变更 其实不影响阴交所得税 它是考虑地人所得税 有没有产生暂时性差异 或者说转回暂时性差异 但是第三节 本期发现前期的重大差错 可能会影响阴交所得税 可能不影响 可能影响地人所得税 可能不影响 所以两个问题都要分析 所以导致它复杂 因此我在刚才不是 做了一个归纳总结吗 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所以这一些问题 还需要大家多做题 假如考了一个差错更正 设计所得税 那我们要根据 刚才这个要求来做 好 那么这一章 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